吉隆坡爱芬汉黛米尔文小学校方 知道台中慈祭学生要来 特别准备了印度传统仪式迎接 校方因为认同慈祭教育精神 特别安排了200名师生 让慈祝孩子认识印度文化 印度传统舞蹈彩绘漫海地 以及手工花串 慈祝学生感受异国文化学习尊重 这对台湾的孩子来讲 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体验 因为他们平常在国内 他顶多就是在课本上学到印度文化 可是从来没有体验过 或者是只有在电视上看过 电影上看过 但是实际去体验 去跟学校的老师 学校的同学接触 我相信那个对学生的经验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触发他以后学习 或者是他将来他可以去学习 尊重不同种族的人 慈祝学生也教当地的孩子制作天灯 彼此文化交流 这一趟海外交流 慈祝学生认识不同国土民情 用真诚跨越语言隔阂 以尊重拉近彼此距离 大一新闻真诚美志工纪文次马来西亚报道